第一局比赛 陈宇飞在领先的情况下 王芷怡的膝关节出现了受伤 马上被送往医院 所以她选择了 不得已就退赛了 河冰娇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在下半区 但是她也因为身体的原因 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择了退赛 河冰娇的世界排名目前是第九位 河冰娇 陈宇飞 河冰娇 王芷怡和韩岳 河冰娇是目前的中国女单 在世界排名榜上面排名最高的选手 所以这个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中国国内的情况 也就是说最好的选手 晋级了最后的决赛 除了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原因 陈宇飞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陈宇飞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让她来加油 在昨天 陈宇飞和王芷怡的比赛 是第一局打到19比13 陈宇飞领先的情况下 那么出现了意外的受伤情况 韩岳昨天也是苦战三局 击败了湖北的戴旺 另外她在竞技之路当中 也打败了北京队的蔡妍妍 这个勾对角很有突然性 陈宇飞判断非常准确 春风在前面几个回合里边 都是打得比较的耐心 互相的来四方调球 又是一个勾对角 陈宇飞直线一个杀球 反勾了一个对角线 这本来是韩岳的一个进攻球 批掉对角 结果陈宇飞在很低的位置 回勾了一个正拍对角 两个人靠突击得分 现在还是比较少 基本上还是靠拉掉 在单打比赛里边呢 陈宇飞所在的这个对面 就是观众对面的这个场地 还是会有一定的风的影响 双打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因为首先的发力的情况 还有呢在场地的运用上面 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策略的 所以双打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单打方面呢 还是要考虑到这个球场的风向 对于很多优秀运动员来说呢 在不参加国际比赛的日子 他们主要还是集中力量 来锻炼体能 补齐技术上面的短板 所以每个人呢都说收获很大 但是长期的训练 缺乏比赛呢 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焦虑感 不知道自己呢 目前所处的一个位置 和训练的效果如何 所以呢即使是全国比赛 很多运动员也很非常的珍惜 这种在赛场上面 比赛的这个机会 漂亮 头顶点杀对角 这是陈雨菲的一个扎突击的机会 扎得很快 扎了对方的一个平高的抽球 其实还是这样 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仍然是就这种直接的突击得分呢 不是特别的多 还是在拉掉当中呢 出现自己的失误 或者是对手的失误 加速地推球 推得不是非常的到位 反而让韩岳打出了反击 六比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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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排抓推劈对角 判断犹豫了 在犹豫的过程当中的 做一个收调 没有过往 黑松重复落点 就是在头顶位抓推 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凸击一拍之后 马上做往前的连接 陈宇飞 陈宇飞防守很不错 刚才韩岳的两拍对角线 都是非常有突然性的 跟王子怡的这场比赛 就是王子怡因为受伤的关系 中间的退赛了 所以陈宇飞是进入到了 今年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的决赛 十二 五七 韩岳是去年呢 就是福建女队的主力 她也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 团体的冠军的队的主力成员 所以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 她已经获得了全国冠军的荣誉 这个球是在界内 能把它控制住不太容易 有一点风向的影响 但是仍然是把球控制在了 底线的内缘之内 相当漂亮的点杀 有点杀得很尖 推陈宇飞的头顶 把对手限制在底线 这球控制底线 没有到位 太长了 但是也得看陈宇飞的这个精确判断 还是拉掉四方球 反派勾一个对角 回搓 这要求太高了 这球要是搓过来的话 太高级了 远往很低的位置 强搓 10比14 抗远发球 一杯抓推 没有打死 还是头顶位 掉一拍 漂亮 动作一致性还是做得不错的 陈宇飞是2019年苏帝曼杯的冠军得主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这个世界冠军 也是在2019年的世界雨连 巡回赛的总决赛里面 也拿下了冠军 202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集训 盘发球 11比15 发后场高远球 沉一飞 拉平高球 要求太高了 头顶点杀出界 16比11 在2020年当中 陈雨菲参加了全英公开赛 是获得了女单的亚军 全英之后 她就应该是没有参加比赛了 因为19年 她是女单的冠军 去年是差一点点 没能够未免成功 也在全国羽毛球锦标赛里面 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还因为这个球球拍线断了 居然还是把球控制在界内了 伤2比16 发起往小球 搓一个 抢搓还是很到位的 抢搓控网造成了陈雨菲的一个 推条底线出界 发球的一个假动作 终于是发球获得了 推条底线出界 是获得了 是获得了 我现在这个动作 预讯是获得了 不是获得了 まず获得了 都跟女性 是获得了 在南国 就是区人的 这个反拍够对角非常高级 让在前场的韩岳一个大转体 这是一个大转体 而且极其具有隐蔽性 点杀一拍 连接往前 拉起来韩岳的反击 陈宇飞这个球还是平高球 拉得比较开 所以这个韩岳的强行下压 还是有一点点的冒进 19比13 陈宇飞领先6分 头顶位伤腿起跳 感觉还是不太到位 这个球在身体的后面 打得比较勉强 14比19 韩岳追回一分 头顶的这个假动作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吊球 因为之前在头顶他几次的杀球 点杀 效果都很好 所以韩岳的站位比较靠后 这个突然改成一个吊球 收到了狠错的效果 20比14 局点 陈宇飞在第一局 大部分时间里呢 还是在速度上 回搓同样的位置 把球拉起来 不着急进攻 勾一个对角 推底细爱一啊 抓推 这想法很好啊 其实也给自己制造了 得分的机会了 进攻失误 韩岳得分1比0 两个人都是急于进攻 这前面两分是谁进攻 谁失误 也是抓推啊 压得太狠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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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 لك 在网口上面 两名球员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的 就是看谁先 这个球有没有过网 然后谁先抢到上手 也不能过网击球 两个人的平高球 高眼球的一个 互相限制底线 出现了失误 陈玉飞可能是 发力有点过猛了 这边他觉得可能是 有一定的逆风 所以他打得比较的用力 但实际上 风向没有那么大 漂亮 抓推劈对角线 相互限制还是 是会出现机会的 团阅比分现在是 两分领先 这个反拍的抽球不到位 被陈玉飞抓推得分 对不起是正拍的 推球不到位 也是会出现的 有点自私 是会出现的 就是我们了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赢人 对不起 您是说了 想掉這個 勾掉往前 我們看一下這一球很被動了 太低了這個點 韓越已經領先了2分了 5比3 這段時間韓越的速度 還是控制得不錯 而陳語菲這邊頻頻失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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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越在往前的幾次推球 都是使用了假動作 這球被判戒內球 陳語菲就認為這個風向比較的大 可能出戒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所以她也認為這球是個戒外球 這裁判跟四線圓確認之後 是判定她是一個戒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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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打出來了 她自己在第二局的比賽里邊 陳語菲這邊還是出現了 比較多的這個進攻失誤 加油 這球掉往前控網呢 也是破坏了韩岳的这个出球的到位 给自己制造了进攻得分的机会 拨大了 要求太高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呢在手管控制上面 急于求成 陈宇飞的进攻非常果断 感觉韩岳那边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比喷迅速又追到6比7 半场 感觉韩岳在力量和速度方面 也是有一点点的跟不上了 这个时候的一个平高球的各度球 陈宇飞判断失误 又是一个戒内 勾对角 杀追身 团阅反击 软方一拍 半场 伸一飞 就是一个重杀 杀直线 点杀的也是非常的尖 长杀 这个球杀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就是杀在了很边角的位置 陈宇飞还是落后1分7比8 今天 今天韩岳的这个球啊 都是在界内 陈宇飞 还是有一点不适应 整个这个场地 就是感觉今天这个场地 好像没有那么强的顺利风的影响 韩岳的球控制得很好 虽然是在顺风场地 但是她的几次的底线控制 都是非常到位 那陈宇飞放过去了以后就出界了 我们这个步伐真的很漂亮 我们这个步伐真的很漂亮 陈宇飞呢这个在场上早一点移动 然后呢对场地的这个控制和利用 更加的充分 加油 追比9 陈宇飞第一次追平了比分 在第二局 韩岳也是通过第二局 早期的一个加速 陈宇飞的进攻呢 失误 把比分一度跳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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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奧運會的比賽上面呢 女子單打的競爭也會是非常激烈 所以在國內的賽場上面 陳雨菲的目的呢 就是來練兵 檢驗一下自己的一個訓練成果 畢竟呢 到目前為止 她仍然是中國女單排名最高的球員 所以這場比賽應該是志在必得 當然我們看到韓越呢 也是有很多這個可圈可點的表現 特別是在這個勾球啊 對角線的這個使用上面啊 還有這個掉對角這種突然性 她集中發力把速度加起來的時候 也是非常有威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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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 漂亮 韩月这个球抢得好 裁判判这个球是一个界外球 韩月这个加速 真的是机会还是抓得非常好的 可惜就是要求可能太高了 你看他的这个往前的勾对角 很有突然性 所以在第一局比赛里边 也有好多很精彩的表现 勾对角的动作 隐蔽性特别的高 正拍反拍都有一拍这个勾对角 包括在底线的 因为他的这个正拍位的劈对角线 这个也是他比较会突然使用的一个方法 应该是出边线了 取交 drove 浅 优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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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她的动作一致性还是很好的 陈一飞有一点犹豫 你看她这正拍 她有可能会劈对角 所以陈一飞就等着她没有动 结果她打了一个直线 陈一飞这个反拍的抽球 确实显得时间慢了一点 所以与毛球运动员 她这个动作一致性很重要 陈一飞头顶的点杀直线 16比13 14比16 看一下这个球 这种翻网而过真是没有办法 14比16 远往钩对角 哇 抽了一个香蕉球 这球有一个弧线的感觉 我抽回来了 韩月对于这个陈一飞的反拍 还有头顶位的限制是比较多的 这个还比较擅长的 可是自己的站位应该是在中场 批对角的话 这个要求太高了 批出了边线 他的这个正拍批对角 你看他的动作准备的一致性特别高 还是限制陈一飞的头顶 对 18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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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比十五 距离这场比赛还差两分 陈一飞就能拿到今年的全国冠军赛的女担冠军 展宝 对 对 平高球过渡限制韩岳的头顶位 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 推出界外了 韓越继续追分17比19 陈一飞要求换换球 来调整一下节奏 韓越连追2分 抓住机会 但是没打准 这个封网的时候 稍微的没有打准 爬起来之后继续再战 挡对角线 终于等到了韓越 还是在顺丰球场当中的一个平高球失误 陈一飞等到了冠军点 现在第二局的比数是20比17 陈一飞有三个冠军点 冠军点 冠冠军点 贴点杀没有打中 18比20 看还有没有转机 还没发球 想用一个假动作放网 想打出自己的技术特点 结果可能想的还是比较多 好